国际狮子会300B2区会员 在板桥火车站举办宣导活动 邀请民众参加狮子会所举办的捐血 现场是动员了200多位会员 在火车站周边发送环保带 拿到环保带扫描上头的QR Code 就可以知道每场捐血的时间地点 民众在选择适合自己的来参加 今天我们总招透过它的环保带QR Code 让更多的民众了解B2区的捐血时间跟地点 欢迎大家看到了捐血时间地点 各在歌文会散布在新北市的每个角落 希望民众都来参与这样做好事的一个好机会 因为之前疫情影响了民众捐血的意愿 另外暑假又即将到来 也会减少校园的捐血量 血库面临血荒 社团是邀请民众一起晚秀捐热血 我们举行了第一次的大型宣传活动 希望有更多的民众 在这种暑假 血库就是最缺的时候 能够大家玩起衣袖来做公益 捐血宝宝也在现场邀请民众加入行列 要捐血本身必须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 这何尝不是维持健康生性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尽一己之力 帮助他人急救也是助人 自助救人 狮子会邀请你一起来 记者卢秀娟 张怡勋 板桥唱报道